台中市政府105年起 市立台中市政府台北联络处 市议会民政委员会今审查市府秘书处 明年度预算时 国民党多位议员认为 北半市立不符行政程序 前林市长主张把立院等行政机关签台中还花大 把钱在台北租办公室 根本打脸自己委员会决议 山北半107年办公室租金80万 市府秘书处表示 台中市政府比赵苗栗县 台南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设置台北联络处 争取中央预算成果丰硕 以今年的前瞻基础建设为例 市府就成功争取到超过1900亿元的轨道建设预算 有赖市府各局处及台北联络处合作无间 分境合集争取行政院中央各部会 以及立法委员的支持 议员黄新会表示 北半设立要点及预算未经议会审议通过 市府悄悄以第二预备经之用 北半租金装潢等费用 首任办公室主任由陈思飞参议兼任 但在办公室设立前 陈思飞不曾在中市府办公设立后 办公室仅他一人 业务军事兼办性职 甚至多是处理首长个人私务却可领取主管家计 黄新会说 林市长美洲仅需到行政院开会一趟 使用办公室的几率胜低 既然如此为何要租用五六万元租大型办公室 民政委员会今天开到晚上八点 国民党议员针对秘书处社会局与民政局预算仔细推敲 也创下议会开 一到最晚的记录 台中市议会民政委员会跳登夜站至晚上八点 记者陈秋云摄影分享